先議員蔡玉琳質詢 為何縣府不重視在台九縣達人產業中心 那個區塊的發展 也是我們舊的衛生所 現在相公所的產業中心 還有我們現在的全家那個區塊 你要如何來去做很好的規劃在那個地方 還有如何跟我們大五南回之心做結合 我想一直想要聽到我們縣長 還有各部門來去關心那個地方 因為雖然那個地方可能是相公所管理的 或是不知道哪一個單位管理的 但是我覺得那個地方 我覺得大家要去共同努力的那個區塊 我想這樣的一個這麼好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大家各舉處不好好的去思考 去利用那個區塊 為我們從南邊進來的遊客 進到台東縣的遊客 來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特別是為我們達人鄉的居民在安碩 南田這個地方我們怎麼樣來做一個更好的 市集的聚集 那現在您剛剛所提的那個土地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這一次我們在南迴縣的部分 大五之心的標案您也很清楚 我們希望做整個南迴四鄉鎮的一個市集跟遊客聚集的點 但並不表示說我們在達人鄉 您剛剛所說的地點在全家的那個整個一個土地上 其實可以做相互的利用 其實可以做相互利用 因為那個是我們現在結完曲直或隧道進來之後的第一個比較有腹地的地方 所以如果說可以跟鄉公所這邊來合作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做一些我們等於是 不僅是遊客休憩的站也可以作為一些小農事級的好地方 議員蔡玉琳要求饒縣長向中游或台塑建議在大溪設置加油站 蔡玉琳議員肯定10所實驗學校的教學成果 而縣府108年度實驗小學的預算卻是零 蔡玉琳議員質詢教育處有沒有重視10小 這個在觀察我們實驗10小的時候 校長這個老師們非常的認真用心的在為10小學生提有助教學的這個任何資源做計畫案 可想這個老師的壓力非常大 那其實說真的處長很可惜 這個我翻了108年度的預算 這個108年度的預算 這個除了固定的編列預算 呃之外 對10小 對10小任何可能任何10小的預算 這個如果我沒有犯錯沒有看錯 呃根本沒有任何預算 是零的預算 那從這一個這裡可以知道 這個教育處根本就沒有關心我們10小的這個教育 完全把責任丟給言明慧 跟議員報告不能這樣說啦 呃有經費我們才來辦實驗學校 實驗學校應該是說幫我們所有的公辦學校找出一條在課程解構上面的一個新的教學的出路 那好處長既然你就講說實驗學校 需要很龐大的預算 鼓勵總可以吧 任何的鼓勵總可以吧 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也鼓勵實驗學校繼續往他們的實驗的方向來做 好 我們知道這個最近土版10小 他們參加這個全國的這個本土平 這個那是什麼本土比賽的評鑑 呃他們是全國非常優秀的一個10小 可是我去土版國小 並沒有看見一張任何教育處或是教育處的這個粘貼 荷板在那個地方 這個很遺憾我是覺得 所以我剛剛在講 我覺得教育處好像都不關心10小的任何一個活動 沒有這個呃 會後我可能去了解一下 好 那我們一定會很關心的 那處長我再跟你說 土版10小 校時百年 議員蔡玉琳質詢 有沒有爭取擴建操場經費的管道 阿朗依古道 南田部落 未受其力 先蒙受其害 遊覽車的進出頻繁 影響居民生活 議員蔡玉琳建議憲府 協助當地居民能夠因觀光而蒙利 他們是從這個恆春那邊 他們是從矽海那邊下來 然後他們的車子到我們南田接他們 接他們大型客車 不管是大型遊覽車 詩人的車子 他們來到我們南田 經路過我們南田 造成了我們交通上的真的是 行人的這個安全 這個真的是有問題 那遊客的這個車子呢 也亂停 那遊客亂丟垃圾 遊客的這個到去這個 海邊那個地方 這個倒採殺死 遊客隨地大小便 你這樣我們要如何管制 那再來我們屏東溪海的居民 是自有進出這個保育區 那我們南田居民 絕對不可以進入那個地方 可是那個地方 是我們的傳統領域 為什麼我們的鄉民不能 不能去到那個地方 那台東縣這個 這個地方 它掌有任何所有的資源 遊客的資源像民宿啊 風衛餐啊 還有這個 部落的導覽 對他們來講是 這個經濟來非常的雄厚 可是對我們這個南田部落 就沒有了 我真的不知道 該如何搬他們 因為 畢竟所有的全部資源在屏東 可是如果 我們工部門 縣政府 縣長去 拜託他們那個地方 我們如何來 一起來經營這塊股道 我想一定有很好的這個結果吧 議員蔡玉琳質詢原型處 波浪屋的陳租人 及從事文創的原住民工作者現況 大武漁港每年清淤沙的預算 1600萬 到現在已經花了1億多 先議員蔡玉琳質詢建設處 大武港要如何跟南迴之心配合 以上是第19屆現議會 現議員蔡玉琳於5月28號 憲政總質詢中問政內容的摘要報導 由徐靖坤整理 謝謝 謝謝 謝謝